大家好,我是牛鱼 现在我准备去一趟医院 我一起来,老大就是小朋友 今天没得去读书 我昨天晚上肚子疼了一个晚上 早上六点多晚,老爷就带去医院了 我听了,我心里按着就搁定一下 怎么我一点都不知情了 现在我怀孕中去了 感觉这个人睡觉真的是特别的死 不管有多大的想象 多大的动静,我都是一点都不知道 可能老爷还是看到我睡得比较省 他有人叫我 真的,我心里 听到小孩子生病了,自己不知道 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我跟老爷打电话,现在在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要做皮操 要抽血这些,他叫我不要去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毕竟小孩子生病了,一定在医院是忙不过来的 哎,感觉我这个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我这个大妈的一个生子 自己的小孩生病了 同一个晚上,老公在去医院了也不知道 哎,心里说不出的感觉 现在我就去医院看一下 妈,那是我的医院医生 那是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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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起来,再去看一下 他可能没怕他抽醒了 没跟他说,你去忙去 是不是肚子朋友有医生 他说,回来是有回虫 还是有回虫 不知道啊,老爷说现在做个全面的检查 我怕一个人忙不过来 有小孩去医院,要跑去 要去医院医生 那你个人怎么去啊,我送你去啊 我送你去啊,坐公交车去就可以了 送你去嘛,送我去,多忙不得 这么多人在家里,又不是不会开车 还住公交车去自己 打车去送一下嘛,送我去 我送你去,我去拿钥匙 麻烦了,麻烦就没有啊 你家人呢,又不起了 又不起了,又不起了 他老师也是 想喊肚子虫,你的重视 我说,我帮他去检查 他说,给他拿着肉,我拿油不行 你给他老爷们,因为都会拿着肉 他没看过 他没想到,医生有说都没有检查 我给他检查好了 我检查很多人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以为他送他上鞋医 我都不知道 我以为他有一些老爷送他 都不出去了,老门说 小朋友都没去读书 他觉得小孩生病了,他都不知道 那我们都不知道 我以为有什么是大毛病 那个可能就怕你 也不是大了 他叫我不要去 他叫我不要去 我说,还是去看一看 他一定忙不过来嘛 你要去排队 每次都早起 今天是冲的很老 这四二点过后,我都没吃过 一晚上再搬 早上他还是滚起来 他说,来来来,别人 我跟他早上做起来 我妈,我手给了到 我那两个,我手给了 我手给了,我喊大了 那我切了 妈,麻烦你了 你脱一趟了 那我不吃了 你帮我去 妈,你帮我去 那我切了 妈,麻烦你了 你脱一趟了 那我不吃了,你帮我去 里面有个虫子在闹 应该是没什么多大问题 我是觉得心里有点愧疚 碰了一个晚上 脑牙带去医院 我都不知道 那因为你自己也是个特殊情况嘛 也不想让你担心嘛 脑牙也是行的 那估计应该也是 我跟他说我要去 他都不让我去 他说我一个大肚子去干嘛 他一个人在医院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毕竟小孩子生病嘛 怕他忙不过来 又要排队啊 做检查这些 所以说平时看不出脑牙心气 像真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看得出他那种心气 你说他不好 你看他心里好 也是排名第1第2楼 还行吧 是的,放心 现在去看一下 辛苦你送我一趟了 不用说这种话 我回去了 好了 你说这种话 热气 老师 这条大路就是我们学科上的地方 你看前面好多教练车 好多车啊 这条路上 就是专门考试了 学科上的地方 那是考试也在这里 在这条路上学 就这条路 你看那里前面那里在考试 应该 全部都是家校的车 是家校的车 你看那里你看 这个就是教练车 到了就是这里 你应该没来过吧 我上次来过一次 也是检查那个 你以后相当地有什么不舒服 可以来这个医院检查 这个还可以 上次来我觉得蛮好的呀 人不是很多 我给老爷打个电话 看他在哪里 好 医院挺大的 到处找也找不到 嗯 请大家打开 支付宝 搜索 健康嘛 哦 把菜开着了 开着了 你也没了 你在哪里 哎 哎 哎 在医院后头啊 是 医院后头啊 在医院里 哦 公园里头啊 没在医院里头啊 哦 公园里头啊 那我去找你嘛 小黄金在哪里是啊 哦 要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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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过来找你嘛 我这后面那个公园那里 他说等结果 看一下 走吧走 那里 那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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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花盐 你买花盐的 那我没有了 那他肚子痛的嘛 我肚子痛的 只有四分他没了 没了 那他肚子痛的 哎呀 我的黑的 早上我一起来 妈说肚子痛了一晚上 你又没跟我讲 你看 又没带物理我个担心的 我看你睡得香 你怎么打着呢 你说要做鼻草 宴席和我们一起好大的问题 对啊 鼻草 你说不了 没摸的是啥 你说他不是说 人口不是零八 一边那么难 零八有花盐 零八有花盐 肚子都没摸在东西上 你找摸着啥 你找摸着 那是哪里疼的 那是不疼的 那是开着露的 开着露的 嗯 上厕所的 上厕所了没有 上了 以后不要吃零食了 小朋友听到没有 知道吗 嗯 他就四天没上厕所 然后医生叫他去 开着露的 现在 厕所上厕所了 就淘汰了 然后他头晕 感冒 可能还是有点感冒 这里天气又不正常 你看他一天不吃饭 就吃了凌食怎么行的 要控制一下 凌食这个东西还是少吃 那些检查都做了什么 这是那个结果 还有没有其他的结果 还有一个抽血的结果 还有抽血的结果 还有抽血的结果 剩下两点半吧 这样没事就好 哦 我们都下早了 我担心早了 那妈一说 晚上在我里 突然一晚上 我早都找不到 你不跟我讲 我担心得 我没有息好大的问题 妈说半夜有苦 刚刚说妈那寒 我没心里没心里 我找找不到 我把你拿去切的 我讲个算远的 我看你这时候 我没把你吵心干 嗯 刚带媳妇们 都是怕他死你 嗯 买死的 买死的好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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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多吃 多吃饭饭 不能吃 多吃菜 对不对 这些药都要按时起哦 有些可以的 其他才好 对不对 看嘛一个 他们孩子有点烫 有点烧 你看他连巴都红了 那吃了些药没有 还烫 那没吃嘛 给你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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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去切东西 等两个小时 我们再拿几个吧 往烧子里面 幸亏就送过来 往那门远 等下我们去切了什么东西 早上也没切东西 再来烧子又来 哎呦什么关系啊 一家人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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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以后大妈监督你不能吃零食啊 嗯 那要监督 对监督不能吃 好不好 大爷 嗯 乖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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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